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花艺小学堂 我是花艺师Hana 有一种花比干燥花更接近鲜花的水润之地 却比鲜花更耐放 它不需要浇水养护保有自己的浇贵 它就是永生花 除了永生花这个词之外 也有人会叫它布雕花 因为它们一样是鲜花去制作而成的 却不会雕现 在使用永生花的时候 我们最常使用的不外乎就是永生玫瑰 那永生的玫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就是开花 到底要怎么开呢? 今天我会教大家四种永生玫瑰的开花方法 你们可以依照自己需要做的作品选择 要使用哪一种开花方法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种是最简单也是最适合新手的一种做法 那它需要准备的工具比较少 我们只需要一支镊子 然后一点点棉花 这个棉花呢 买来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密集的那种 你在使用前要先把它拉松 让它有更多的蓬松感越好 只能够营造出它微微的占开比较自然 我们就是在每一半的之间都填一些些棉花进去 就好像白的枕头弄的蓬蓬的感觉一样 那我们就是先抓一点点已经弄到蓬松的棉花 但是又要再把它捏得细小一点 然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塞进玫瑰花 我们要从最外半开始塞 稍微分辨一下哪一个是玫瑰花的最外半 那我们要把它塞到最底部 所以它这一半是它的最外半 那它的第二半就会在这里 我们是希望能够顺着它顺序来做 那我们就把它塞进去 我们就依序的把它的顺序开完 这个做法的好处是 就是不需要准备很多的工具就可以 很适合新手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 如果你们是初次练习的话 因为棉花是白色的 所以你买越浅色的玫瑰会比较容易一点 好像就是一般你买来的玫瑰花 差不多会像这样 那如果你希望它是自然的开度 就差不多是这样 第二种因为它使用上最方便 而且开度可以由製作的人 自己掌控 需要准备一把胶枪 也就是热绒胶 然后一样需要链子一个纸巾 建议你们是用湿纸巾 我们需要它每次进去永生花的时候 前面要是保持干净 这一半是最外面的那一半 不同于刚刚棉花 我们是往内塞 用胶枪的开法 我们是往外黏 它是把胶黏在外面这两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滑板黏出来 我们就在外面这两个地方黏上胶 那我们一样在黏的时候 要黏在最底部的地方 尽量不要黏在上面 这边跟这边 越靠近里面越好 越不容易露线 然后我们就把花瓣黏出来 开始黏之后 我们就需要决定你的开度 因为如果你的外面黏得越开 你整朵花就可以黏得越开 但如果你的花瓣只是在这边的话 你等一下最开的开度就只会在这边 好那第二半 我们要顺着它的方向 花瓣由外至内的顺序 黏出来 那如果你怕手会烫到的话 就是可以用夹子 记得不要那么尖的夹子 你可以这样轻轻的压 你就不需要用手 再来就是这一半嘛 我们一样要把它打开 它可以开到全开 变成很像音速花那种形式 所以我们要先想好你这朵花需要开得多大 就是我觉得要对玫瑰花有一点熟悉 就如果你对玫瑰花没有很熟的话 你有时候开起来会有点不自然 因为我们需要完整的辨识 它到底哪一半是最外半 然后它的顺序是怎么开始的 那这个方法一样 我也是会建议你们如果要练习的话 选浅色的玫瑰来练习 因为如果是像深蓝色 红色 黑色 胶枪如果有残膠黏在上面都会超级明显 OK 这样 接着我们就要第三种开花的方法 除了刚刚的夹子 胶枪 一样的玫瑰之外 我们会需要一把剪刀 是比较特别的一种 它是直接把胶挤在上面 然后我们的花就会直接也黏在上面 所以它不仅仅开了花 花也已经固定在你的作品上了 用途会比较局限一点 假如我要把花黏在这里 然后我就要在这边挤一团胶 然后在它还没干的瞬间 我要把这朵花剪掉这样子 整个下面都不要喔 然后我就要把它黏在这个上面 但它的缺点开完之后 它就是直接这样子黏在上面的 它就没有一个可以自然这样调整的 花面的感觉 很快也好开 而且它开度是绝对自然的 因为它就是等比例遇到热 然后胶然后自己这样散开 最后一种是我觉得最麻烦 最难的一种 它是要把全部的花瓣都拆掉 然后再一半一半的黏回去 这样整个打开 花心 我们一样需要依照玫瑰花 天然的特性去拼回去 它一样是小瓣的会在中间 外面比较大瓣的 它是外瓣一定会在外面 我们就先挤一点点胶在里面 这个就是最里面的花瓣 这边是下面 这边是花瓣上面 我们要这样子黏上去 它的方法是从最里面往外黏 一直黏出去 由小到大的花瓣 那一样你不能全部黏完这一边 左半边然后再全部黏这一边 因为它们的花瓣是这样子 一圈一圈一圈的生长 所以我们黏完这边 我们就要过来黏这边 这种方法之所以困难麻烦 就是因为你除了要很会用胶枪 还要不怕烫 然后还要对玫瑰有点熟 就是你不能随便乱拼 然后也要很有耐心 你看我们已经拼到外瓣了喔 它最外瓣它的花瓣会越来越弯 这样子的弧度 側面会有一个角质角在这边 所以你在黏的时候 它要包到下面 这是你可以分辨的一种方法 它这个弧度就是在下面 顺着外面的这个弧度上来 这样就会比较自然 所以你的这个弧度 一定要黏到这个下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种 永生玫瑰的开花技巧 那再给大家看一下所有花摆在一起的样子 这个就是还没有开最原始的玫瑰的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它整朵剪下来 然后粘在平面上的开发 所以它明显的会比别人再矮一点点 因为它的下面是被剪掉的 这个是最难的 也就是我们需要一半一半很麻烦的把它拼回去的开花技巧 然后这个是塞棉花 它会是一个自然的微微占开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是可以自由控制开度 就是我们要一半一半把它打开 然后粘在外面把它开出来 如果看了这么久 然后你忽然发现 什么是鲜花 什么是干燥花 永生花你还是分不清楚的话 之前我们有拍一支用凤梨来比喻 鲜花、永生花和干燥花的分辨方法 你们可以回去复习一下那支影片 喜欢今天的主题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滑雪鱼像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